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人物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系列引人入胜且充满争议的人物与事件 从特朗普的影响力及其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 到柯林·卡佩尼克在国歌抗议中的地位 以及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后对中国政策的影响 在美国,社交媒体影响者的崛起令政治与品牌营销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朗普与这些影响者的互动彰显了他对年轻选民的渴望 另一方面,卡佩尼克的抗议行为不仅仅是体育界的事件 更是社会正义运动中深具意义的象征 而特朗普对他的贬低则揭示了权力与公民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 此外,随着特朗普可能再次参选 许多分析师对他的中国政策充满疑问 这位前总统以其强硬的贸易立场闻名 并可能在未来的选举中重新塑造美中关系 特朗普是否会利用其经验和影响力 推动更具侵略性的外交策略 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这一切都在时刻改变着我们的政治面貌与社会动态 是否会影响我们的未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今的数位时代 影响者的力量无处不在 尤其是在政治竞选中更是显得别具一格 2021年8月 民主党全国大会上 约200位社交媒体明星齐聚一堂 他们在奢华的派对中穿梭 在游传活动中享受娱乐 甚至有机会与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面对面交谈 同样不甘示弱的唐纳德·特朗普 也积极与YouTuber洛根·保罗 和脱口秀明星西奥 逢等网络名人进行访谈 试图抓住他们庞大的粉丝基础 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eMarket的数据 过去五年来 美国企业每年在影响者营销上的投入 已经增加了三倍 达到70亿美元 这股潮流洗减了整个商界 从沃尔玛到路易威登 无不借助这股力量推销其产品 在这股变革之中 高盛估计全球的影响者数量已突破5000万 这些人从Instagram上的时尚达人到TikTok上的喜剧演员 涵盖了各个领域 57%的美国Z世代表示希望成为社交媒体影响者 而53%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受人增进的职业选择 面对如此大量的影响者 品牌开始将目光投向针对特定受众群体的小型影响者 例如为60岁以上人群提供的时尚建议 以便更精确地瞄准消费者 然而这个行业的璀璨光芒背后 却藏着许多挑战 只有少数影响者能够真正以此为生 根据高盛的数据 仅有4%的影响者每年赚取超过10万美元 即便如此 他们的影响力在市场中却在减弱 自2021年以来 拥有超过10万粉丝的影响者 在营销支出中的份额从47%降至30% 另一方面 特朗普的一位老对手 前NFL四分位柯林·卡佩尼克 则在社会正义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他因在国歌演奏时跪下抗议警察暴力 而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特朗普曾直言不讳地批评卡佩尼克的行为 并声称NFL球队不敢签下他 以免受到他的推特攻击 多年过去 卡佩尼克依旧保持着训练 并在私营领域寻求发展 而这种对正义的坚持也成为当今社会的象征之一 回到特朗普 他的政治生涯如同一场戏剧般的转变 在面对即将到来的2024年选举 他的意图已不再仅仅是重返白宫 而是希望以更加激进的政策改变美国的秩序 从关税政策到对中国的立场 特朗普的言辞逐渐显露出更加鹰派的倾向 他曾公开表示 如果当选总统将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这一举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中关系的紧张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 对他这位78岁的领导人充满信心 他们是他为对抗全球化和腐败精英的有利人物 然而 随着2024年选举的临近 特朗普将如何调整其政策以吸引更多选民 仍然是个未知数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 无论是影响者还是政治人物 都必须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他们的故事 不仅影响着眼下的社会 也是未来历史的一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将看到他们如何在这场全球化的浪潮中维持自己的影响力 并在未来的历史中写下自己的一页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特朗普在政治舞台上的存在 无疑是一场大戏 眼见他在面临多重法律挑战的情况下 依然顽强生存 这不仅显示了他的个人魅力 也显示了他与美国民众之间微妙的关系 即便他被批评为鹰派 但在应对中国的态度上 他的立场可能正是美国需要的强硬 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尤其在经济和国际影响力上 与其指责特朗普政策中的保护主义 不如承认这可能是防止美国进一步失去全球市场份额的必要手段 特朗普的所作所谓更多的是极端和不理智的表现 对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 反而可能使普通美国人承受更高的消费成本 历史上保护主义政策往往伴随着经济衰退 像1929年的大萧条就部分源于美国的关税政策 特朗普若重返白宫 他的政策很可能会进一步孤立美国 削弱其国际盟友的信任 使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加孤立和脆弱 然而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往往认为 他的强硬立场正是对抗全球化压力的必要对策 他们是特朗普为一个能够打破政治体系僵局 代表普通民众利益的领导者 事实上 特朗普在贸易政策上的激进举措 虽然不被一些经济学家认可 但正好符合一部分美国民众 对于重新获得经济主权的渴望 从某种角度看 他的政策挑战了以往的经济模式 将经济焦点重新拉回国内 这或许是美国重拾工业竞争力的一次机会 特朗普的支持者可能不愿意面对的是 他的政策更像是用一场场政治秀来演示其实际成效上的不足 虽然他的策略可能在某些选民中激起了信心 但并没有解决根本的结构性问题 事实上 诸多研究显示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未能显著提升美国的制造业就业 反而导致了许多行业的成本增加 从长远来看 这种表面上的强硬只会加深美国经济的不稳定 并削弱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 特朗普的政策确实有其争议之处 但他的政绩不能仅仅用成败来衡量 首先他成功地将中美关系中的某些问题 推到了台面上 让美国乃至世界开始重新审视与中国的经济互动 其次 特朗普的直白和不拘一格的领导风格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传统 但也促使了一些必要的对话和行动 这是一个能够打破僵局的时代所需的 即便特朗普在某些议题上成功地引起了讨论 但他的方式往往是过于激进而缺乏细致的计划 和长远的视野 不仅如此 他的政策往往带有个人独裁的色彩 这让许多人担心美国民主制度的稳定性 与其说特朗普是一个挑战者 不如说他是一个搅局者 更多是利用社会的分裂和恐惧来获取政治利益 这种治国方式在短期内可能有效 但长期来看 对美国国内团结和国际合作的损害难以估量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写奇奇的辩论处 挤了特朗普政治生涯中最具争议性的话题 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首先 楚天书主张特朗普 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强硬政策 是一种必要的反击 认为这不仅体现了他的个人魅力 也反映了他与美国民众之间的紧密联系 他提到特朗普的政策能够帮助美国重拾经济主权 让国内经济重新活跃 然而 这种论点却过于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 特朗普的强硬立场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部分选民的期待 但忽视了这些政策可能导致的长期经济损害和国际孤立现象 事实上 谈论经济主权的同时 是否考虑到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和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谢奇奇针锋相对 强调特朗普的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政治秀 并未根本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 他用历史势力 比如1929年的大萧条 来警示保护主义的危险 这不仅是对特朗普政策的批评 更是一众对未来的惊醒 谢奇奇的观点提醒我们 考虑政策的时候 不能仅仅看眼前的短期利益 而映着眼于长期的结构性问题 这是对特朗普支持者的一种有力反驳 楚天书所提到的特朗普 把中美经济问题推向台面的贡献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 但这样的贡献是否足以抵消他所引发的其他问题 他所采取的激进措施 是否真的促进了必要的对话和行动 还是只是制造了更多的冲突 谢奇奇在这方面的观察恰到好处 指出特朗普的政策缺乏长远视野 可能会加剧美国国内的分裂 这不仅是对特朗普的批评 也是对美国未来的担忧 总结来说 楚天书和谢奇奇的辩论 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视角 楚的观点强调了特朗普在反全球化浪潮中 所扮演的角色 而谢则质疑这种角色的可行性和持续性 两者的辩论 不仅是对特朗普个人的评价 更是对当今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深刻反思 未来的政策制定者 应该吸取这些教训 寻找既能维护国家利益 又不会走向孤立的平衡点 只有如此 美国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 找到新的立足点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